宋子文 1912年,他被父亲送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深造 在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宋子文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忠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先后拿下了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花旗银行做起了职员 主要负责向华商汇款的业务 正是在这份工作中,他结识了众多华商 这为他日后在国内的发展打下了人脉基础 1917年,宋子文回国 家里托人将他安排到汉野平公司工作 当时公司的总经理是圣宣怀之子圣泽成 他对宋子文的才干非常赏识 加上他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 于是,圣泽成邀请宋子文做自己妻妹圣爱仪 又名圣爱妻 因形妻 人故而称圣七小姐对英语老师 一来二去,两人见生情愫 圣七小姐之母得知此事 认为以她的地位,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 1923年,宋子文正式辞去汉野平公司的工作 打算拿下投靠孙中山 临行前,她再次问圣七小姐愿不愿意随她满下 七小姐舍不得家和母亲 最终拒绝了和她私奔 两人挥泪分手 1923年2月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 急需财政人才 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推荐给他 1923年3月 宋子文来到广州 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担任秘书 4月24日 宋子文任中央银行筹备员 5月29日 孙中山任命林云该为筹备中的中央银行行长 宋子文为副行长 19天后林云该辞职 宋子文代理行长 当时广东金融经济紊乱 宋子文引入近代西方货币银行学说和相关制度 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和组织规定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1924年8月2日 中央银行宣布成立 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1月 孙中山在北平病重 集电宋子文上京 3月12日 孙中山去世 宋子文事件证人之一 在孙中山两份遗嘱上签名 参加智商活动 其在国民党的地位大大提高 1925年7月15日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宋子文被委认为财政部长 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 不久 宋子文又兼任广东商务厅长 梁广研务机和经理等职 揽中央 广东政府财政于一身 由于宋子文杰出的管理才能 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 为国民政府巩固根据地合出师北伐 提供了保障 宋子文因此也奠定了自己 在财政金融界的权威地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 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 大姐宋爱玲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 打算拉拢蒋介石 在她的游说下 原本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的宋子文 彻底投入到蒋介石阵阳 从此为南京国民政府奔走效力 1928年 宋子文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 为使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有大的好转 宋子文在争取关税自主 改革税制 建立国家预算 发行公债以及费粮改元等方面提出 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宋子文还特别坚持实现财政统一 并为此先后于1928年6月20日至30日 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 7月1日至10日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 会上 宋子文反复强调统一财政的必要 提出如财政无统一办法 凡事均不易进行 统一财政乃图治之本 1928年11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 为了实现金融一统的目的 宋子文三权其余一身 先选择了向商业银行开刀 先后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至1935年 国民政府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四行二局金融格局 同时宋子文逐步实施金融改革 集中货币发行权 以增量带动存量 增量方面 根据中央银行条例确立央行纸币发行权 新开设银行一律无权发行纸币 存量方面 限制有发行权的银行 达不到要求 则取消发行资格 这一改革成效显著 1930年冬天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海州 金连云港成立了税警总团 其目的在于 编练一支训练有素的基司警察部队 用于保护延场和打击走私 为了控制部队 宋子文延揽了大批军事刘美生 充当团一级军事主官 包括大名鼎鼎的孙立仁将军 在宋子文的锐意经营下 税警总团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 武器装备精良 官兵素质高 兵源充足 先后参加了128和813两次松户会战 都取得了较好的战绩 1941年底 税警总团第二、三、四团和直属队 被改编为新三八师 随即入勉作战 成就了日后新义军的辉煌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 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的身份赴北平、热和 筹措响款 参与军事部署 鼓舞士气 之后蒋送二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两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 宋子文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亲美派 他的主张是依靠美国来痛击日本 而蒋介石由于在日本流过血 对日本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所以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一直保持忍让 宋子文是南京政权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 1931年918事变后 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 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 宋子文兼任该会副会长 负责对日交涉于处理 他曾多次发表演说 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多次在公开场合 直言不讳地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地政策 于是 蒋介石开始对他的这个大舅哥心怀不满了 128事变爆发后 他多次与美英各国洽谈 谋求西方国家的调停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 宋子文以强硬的措辞 反复指责日本的侵略行进 表明中国抵抗的决心 1933年4月17日 宋子文奉命出访欧美 参加华盛顿会议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近四个月里 他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 表现了中国自强救国的决心 阐明了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方针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唐姑协定签署后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地位 这次出访 宋子文被世界舆论认为 是国民党内英美派领袖 1940年 宋子文以蒋介石的代表名义 常驻美国 为蒋争取美元 宋子文为蒋争取美元 第一次获1亿美元借款 1941年12月 他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仍驻纽约 他频繁活动 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 之后又于1942年3月 获5亿美元借款 612日 又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 为中国无偿获得美国大宗军事援助 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宋子文的积极努力下 1942年美国对华租借额达1亿美元之多 是抗战开始后 美国对华援助最多的一年 他还争取到500万英镑的英国平准基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他频繁活动 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 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后果 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无疑有益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1942年元旦 中、美、英、苏、和等26个国家 在华盛顿签联合国家宣言 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 作为中国代表签字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 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这期间 宋子文开展的另一项重大活动 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 根据蒋介石指令 宋子文就废除旧约 签订新约与英美两国进行了艰苦谈判 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 废除了美、英两国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不包括英国对香港的特权 在美、英的影响下 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 亚等国也先后与中国签订了类似条约 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基本上被废除了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次日 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此在中国外交史上 细数首次 还喜行余色地说 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 无上心性 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 本人极切望能签订废止至外法全新约 于今果能如愿 1945年8月 他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前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中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就签署了亚尔塔协定 该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宋子文先是向美国总统提出交涉 结果吃了闭门羹 在和苏方谈判时 斯大林以抗击日军为由 不肯退让丝毫 最终 国民政府只得吞下丧权辱国的苦果 抗战胜利后 国共内战爆发 为了筹集军费 充实国库 宋子文开放黄金万会市场 以大量抛售黄金吸引油资 反而引发黄金风潮 出现了经济危机 1947年3月 在一片声讨中 宋子文黯然下台 1947年4月 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9月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宋再度被选为 国民党中指挥常委 9月20日 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1947年10月1日 宋子文正式赴广东就任 主政广东期间 宋子文苦心经营警察队保安队 还发动全省范围的对中共游击队的全面进攻 1949年1月28日 中共公布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 宋子文紧随奖届时 排在第二位 1949年4月 在得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后 宋子文心灰意冷 转到香港去了美国 从此过起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一年后 他被开除国民党籍 虽然宋子文在美国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 但流落异乡的悲哀 还是会不时袭上心头 他想起父母亲临终的遗言 我死后葬在上海 日后孩子们尽量也都回到我身边 宋子文一直记得12月11日是父亲的生辰 于是1958年的这一天 他不顾妻子的劝阻 坐飞机来到香港 抵达后 他向北宁望良久 忽而煽然泪下 故乡 他再也回不去了 1963年2月 蒋介石邀请他去台湾 宋子文召集全家开会 想听听家人的意见 长女宋琼仪 次女宋曼仪坚决反对爸爸去台湾 倒是小女儿宋瑞仪 猜中了她的心思 说 爸爸要是想去就去吧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以后去的机会也少了 何不就此去台湾游览一番 再看看旧时的朋友 这番话 说到了宋子文的心态 随后 他和夫人一起搭上了 去往台湾的飞机 很快 蒋介石就会误了宋子文 向他透露了 反攻大陆的部分计划 还特意强调这一计划 需要大笔资金支持 宋子文知道蒋介石的用意 又想到两个女儿的提醒 就在谈话中故意含糊其词 15天后 宋子文携夫人返回美国 从此再步过问正事 1971年4月 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仪 再次去旧金山访亲会友 1971年4月25日 当地时间晚上七时许 宋子文在旧金山琼斯大街 1250号公寓用晚餐时 因进食导致窒息 突然摔倒 魏宋到医院便突然失事 向年77岁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 务实开明派 比较西化 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 财政金融制度 对遏制日本对华侵略 寻求国际援助 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12月18日 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 曾以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 对其极尽赞美之词 甚至将他与美国开国时期 首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相提并论